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又要到咯 先不管一年过两次情人节到底有没有意义 先认真的思考一下这次华人情人节 到底要送另一半什么吧 什么你没有另一半 那你还是可以买东西 犒赏自己心情的双手啊 让他们也能开心的过节哦 今天我想要来点文青的路线 教大家一些爱心形状的植物们 除了传统的礼品选择 还多了植物这个选项哦 可以赠送以外还可以陶冶性情呢 首先先介绍叶子有爱心的人 第一个是新叶球兰 顾名思义 它的叶子就是爱心的形状 新叶球兰是甲竹桃科的植物 所以它具有乳汁 原产于泰国辽国等干燥的地区 也是多肉植物的一员 繁殖的时候只需要扦插一小段枝条 与一片叶子 即可繁殖出一颗完整的植物 球兰的话因为花絮排列的关系 会像一颗球一样 非常的漂亮 它是藤蔓类的植物 所以如果环境适当 它可以蔓延很长的距离哦 算是一种非常容易种植的植物 第二个植物叫做爱之蔓 顾名思义 它也是叶子具有爱心形状的藤蔓植物 刚好它也是夹株桃科的植物 怎么夹株桃科这么喜欢长出爱心的叶子啊 爱之蔓主要分布于非洲 跟球兰不同的地方 是它比较娇小与稚嫩 所以当它长得很茂盛的时候 会沿着盆栽边缘往下垂 也是很不错的观赏植物哦 繁殖的方式也是利用千叉即可 非常容易种植 不过对比于新叶球兰 它的花就没有这么好看了 接着是介绍果实有爱心的人 第一个就是大家最熟悉的手术果实 吃下去的人就可以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个突然岔题了 第一个就是长叶瓶婆的果实 长叶瓶婆是梧桐科的木本植物 它有个别名又叫做猪屎花 我本人是有闻过啦 那真的是甘阿赛咧 长叶瓶婆盛产于热带亚洲 非洲还有澳洲 大约是1900年由印度引进台湾 它的果实在干燥开裂的时候 常常会形成爱心的形状 运气好的话可以同时得到 好几个爱心在一个枝条上的奇观哦 加工后也可以制作成漂亮的饰品了 第二个就是波斯婆婆娜 婆婆娜是玄森科的草本植物 要是没有开花 我大概也不会知道那里有婆婆娜 原产于南欧与亚洲 它所结的果实非常可爱 就是一个短胖版的爱心 可惜是它的果实无法干燥保存 所以无法将这个可爱的造型保留 只能拍个照或是制作成标本书签 是一个小巧可爱的植物哦 最后我要介绍三个种子有爱心的植物 第一个是孔雀豆 孔雀豆是豆科的木本植物 原产于中国与东南亚热带地区 大家小时候应该都学过王维的诗 其中有一句 红豆深南国 其中的红豆指的就是孔雀豆 不是红豆汤的红豆哦 孔雀豆的豆莢成熟时会扭曲开裂 并且调出红通通类似爱心状的种子 种子表面有光泽而且坚硬 非常适合制作成饰品或是装罐来当作礼物赠送 想当年我小时候也是有收集孔雀豆送过心仪对象的哦 第二个是火焰木 它是子维科的木本植物 原产于热带非洲 在台湾被当作庭园美化或是行稻树 它开花的时候有如燃烧的火焰 故此得名 听说它的花也是有难闻的气味 不过这个我就没有领教过了啦 火焰木的果实开裂时 里面的种子会散出 种子具有薄刺 可以随风传播 中间的胚是爱心的形状 非常的可爱也漂亮 如果你有机会捡到 记得欣赏一下这个可爱的种子哦 最后是让我觉得最神奇的植物 它的名字叫做倒地林 它是无患子科慢性草本植物 原产于热带地区 它的果实很可爱 很像一颗气球一样 它的种子并不是爱心的形状 而是它黑色种子的表面 具有一个白色的爱心印记 嗯 这让我非常的不解 为什么大自然有这么多的巧合 产生出这么有趣的图案在种子的上面 也因为这个缘故 使得倒地林的种子卖得特别的好 以上就是这次七系情人节特辑 是不是也想弄点植物来种或是送人了呢 不管是哪个部位很像爱心 这都是大自然神奇的点缀 因为爱心这个图案对于人类来说有意义 但是对于植物来说就不见得是一个必要的图形哦 在赞叹大自然真奥妙的同时 也必须再一次呼吁大家重视环境的保护 别让人类的活动献收了宝贵植物的生存 让这些有趣美丽的植物与人类共存 这样你各位才有礼物可以送啊 最后祝大家七系情人节快乐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